这是温碧霞牺牲最大的电影 就连乌鸦哥也难得出演了一次好人 故事开始 小莲因为美貌经常被骚扰 闺蜜带着他去买房王用品 回去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 快速地把小莲和闺蜜给按趴下了 保安快速地抓住了他 原来这个男人是个小偷 刚刚他和同伙偷走了一批钻石 知道自己逃不掉 就把钻石转移到小莲的口袋里 这边丢失钻石的美女也赶到了 对着小偷一顿暴揍 此时乌鸦哥及时赶到 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 成功地放走同伴 而小莲刚回到公司 就接到男友大雄的电话 表示他在缅甸卖面粉被抓了 需要二十万赎金 小莲慌得一批 他现在的全部家当也只有十块钱 无可奈何他只好到处借钱 但收效甚微 毕竟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奔波劳碌了半天 小莲只好先去吃饭垫垫肚子 谁知在包包里摸出一个黑袋子 他打开一看 发现里边都是钻石 为了验证是不是正体 小莲特意在桌子上滑一下 发现玻璃上有划痕 就确定这钻石是真的 他赶忙前往洗手间 把钻石一颗颗装进钢笔里 谁知小莲刚回到公司 就发现乌鸦哥在办公室等着他 打算寻回这批钻石 但小莲只想拿着这些钻石就男友 便不打算给乌鸦 然后趁机悄悄溜走 谁知刚出办公室门口 就碰见了黑老大 原来这批钻石是黑老大的 小莲也不敢耍小心机 拿出快递单表示 钻石被寄到缅甸了 他看着黑老大阴沉的脸色 急忙表示自己可以去缅甸 把钻石拿回来 黑老大同意了 还让乌鸦哥跟着一起去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小莲诡计多端 趁着收拾行李的功夫 把乌鸦哥关在屋里 自己跑到了天台上 结果却被栏杆给挡住去路 裙子也十分碍事 突然乌鸦哥的声音传来 吓得小莲赶紧躲在角落里 他寻遍四周 只发现了地上的高跟鞋 于是便坐在最高处 等待鱼儿上钩 而小莲见外边没有动静 以为乌鸦哥走了 便悄悄出来打算溜走 哎 我躲得那么辛苦啊 好啊你 你玩我 什么 我玩你 两人还是一起 踏上了去缅甸的飞机 晚上飞机到达目的地后 小莲再次开始作妖 你知不知道我最拿手是什么 两人到达缅甸后 小莲就开始作妖 对警察表示乌鸦哥是坏蛋 身上携带枪支 结果就是乌鸦哥被警察抓住 幸好他拿出自己的护照 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乌鸦哥为了防止小莲闹幺蛾子 果断跟他住在同一间房 甚至在睡觉之前拿出了手铐 把小莲靠在了床头 防止他半夜溜走 但事情真的会如乌鸦哥所愿吗 他刚躺下不久 就被小莲的哭闹折腾的够呛 乌鸦哥只好任命地去解开手铐 然后自己把沙发搬到门口 堵着门美美地睡觉 小莲发现自己的护照 被乌鸦哥塞进衣服里 于是他剪断衣服拿走护照 还把乌鸦哥的护照给扔到楼下 自己悄悄把沙发往外拉了一点 溜出了门外 可见瘦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小莲下楼去前台问路 但前台姐姐说那里危险不能去 谁知小莲非但不听 急忙跑出门外拦车了 前台姐姐立马给乌鸦哥打电话 听到消息的他飞速下楼 却因衣服不方便 还是放跑了小莲 乌鸦哥只好收拾行李去追她 谁知行至半路意外发生了 小莲卷入了政府军 与起义军的战火里 吓得他抱头鼠窜 而追上来的乌鸦哥也卷入其中 两人在仓皇躲避中相遇 乌鸦哥顾不上责怪小莲 立马护着他逃离这里 天亮后他们也来到了机场 但这里早已被政府军霸占 小莲他们的财物 也被领导洗劫一空 两人本来可以顺利地走了 但小莲却坚持要回自己的钢笔 还把乌鸦推出门外 只因钻石在钢笔里 谁知领导是个大坏蛋 他看中小莲的美貌 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 外边乌鸦哥看见这一幕 便悄悄溜进办公室 把领导给揍晕了 乌鸦哥快速地换上军服 抱着小莲走向吉普车 他们刚准备走 就看见领导带着人出来了 众人都反应过来 开始对乌鸦哥两人疯狂围堵 谁知车子半路没有了 两人只好暗中躲避 乌鸦哥把追兵打得落花流水 紧接着抢了一辆摩托车 带着小莲继续逃跑 不出意外意外就要来了 乌鸦哥直接把车开进了湖里 碰巧的是湖里边 还有一条巨大鳄鱼 你好坏哦 男人早上起来都是这样的 小莲他们被鳄鱼追捕 费了好大劲才捡回一条小命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茅草屋 却因为半夜下暴雨塌了 两人只好躲在一个小石桌下面 清晨两人醒来都感觉有点饿 刚好外边有两只沛齐 早饭烤乳猪有了 结果猪没有抓到 他们被起义军给抓走了 两人就像带宰羔羊一样掉在树上 没多久起义军的首领来了 自己人哪 是我 嗨 自己人 把他下来 原来乌鸦哥当初救过首领一命 这救命人人自是要报答的 晚上首领大摆宴席 邀请乌鸦哥和小莲参加 但两人的待遇却有点差距 乌鸦哥救过首领 刚好首领对他有点喜欢 所以他坐的是上宾的位置 小莲确实坐在边边角角 就连饭都没吃得上 幸好乌鸦及时回头 看出了小莲的尴尬局促 便主动上前把护照还给了他 因为两人携手经历这么多磨难 小莲早就喜欢上 这个处处照顾自己的人 于是就把钻石给了乌鸦哥 让他回去交差 但乌鸦哥并没有要 还表示自己会帮助小莲 先把大雄救出来 隔天清晨 两人继续上路 谁知冤家路窄再次碰到了领导 乌鸦哥双拳难敌四手 幸好首领带着部队赶到 却只救走了乌鸦哥 而小莲则是被领导抓住 威胁他开车带自己回大本营 没多久前方出现一座桥 小莲开过去后突然急刹车 把领导给甩进了湖里 自己则是开车去监狱救大雄 小莲看着大雄安然无恙便放心了 于是他转身就把监狱长打晕 拿回了自己的钻石 还让大雄换上监狱长的衣服 准备故技重施逃跑 而乌鸦哥也跟着起义军来到了监狱 他在起义军的掩护下 找到了小莲和大雄 便带着两人迅速逃走 回去的路上 小莲照顾这大雄 而首领则是照顾乌鸦哥 这让两人心中都十分不爽 没多久政府军追来 首领为了让乌鸦哥顺利离开 就带着兄弟们下车拦住政府军 很快营救的直升机就来了 但机舱太小只能容下三个人 乌鸦哥是怎样也上不去 而大雄也看出来不对劲 便哀求他让他下去 不然大家都走不了 乌鸦哥为了小莲不舍地 放弃了这次机会 他看着飞远的直升机 心中是万般不舍 下一秒 小莲就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他在最后关头 放弃回去的机会 选择留下来跟乌鸦哥在一起 故事到此结束